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习派联合习近平受挫 决地反击先打他 中共对台会议暗藏魔鬼细节 未检工作报告 从未有过 周江勇双开 现罕见罪名 高层权斗愈演愈烈 F35坠辱南海 中共会趁机偷弃机密吗? 为软购游戏公司打造元宇宙基石 专家恐毁灭人类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演 有消息指 由于决策错误 习近平在去年六中全会上遭到反习派挫败 同时为防止中共党内最大的三个反习派抱团 习准备改变策略 逆转局势 外界认为一场政治大战即将开始 吕奥知名法学家袁洪斌近日披露 据中共党内人士透露 在去年六中全会后 习派势力进行总结 认为最大的失误就在于 他们把否定邓小平和否定江泽民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做 导致邓小平路线的拥护者和江泽民路线的受贿者团结起来 反对习近平 习因此受到挫败 而另一股反习势力推举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太子党 红二代权贵家族 他们本希望通过习近平挽救中共的末日危机 并一起分享最高权力 但习上台以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习派为扭转局势并避免这三股势力抱团 准备改变策略 袁红冰表示 习近平智囊亲信李淑磊提出了新战略 把邓小平和江泽民从政治上划分界限 方法是 首先集中力量击垮江泽民 逐步地清除将在政治路线上的影响 到二十大的时候 再看能不能在公开否定江泽民的情况下 也顺便否定邓小平 最终确立习近平和毛泽东比肩的政治地位 据悉此战略谋划已经开始执行 相关举动包括 中共大外宣案时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就是针对江泽民 另外习派还希望向中共党内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江泽民的腐败路线 导致了中共权力腐败的大反乱 已经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分析指 现在反习的势力正在打改革开放这张牌 但各派不一定有能力对抗习 因为他们都不在位 习近平有在位的优势 胡平认为不满习派的 有可能会和江曾联合起来 把习反下去 也有可能是习会直接抓江曾两人的其中一个平息反习派 因为当局说过多次没有铁帽子王 外界认为二十大日益临近 中共内斗愈演愈烈 习和江登两条路线的斗争逐渐走向公开化 一场政治大战即将开始 25日中共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按中共官方的说法 由于受疫情影响 会议首次采取北京主会场与各地分会场同步 以视讯和电话会议形式举行 但蹊跷的是 中共国台办罕见未做工作报告 这一魔鬼细节引发舆论关注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网披露 这次与过去13年的会议不同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罕见未做工作报告 这是近几年中共对台会议中 唯一未见工作报告的会议 让人浮想联篇 自中共十九大以来 已连续召开五次对台会议 前四次国台办主任都做了工作报告 2018年做工作报告的是张志军 2019年之后由刘洁一做报告 但今年刘洁一参加会议 却罕见未做报告 刘洁一未做报告的原因 有猜测认为是会议时间过短 往年对台工作会议时间多为一至两天 今年会议推测只有半天 因为出席会议的杨洁篪与王毅 当天下午还要赶场 陪同习近平 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无法整天被绑在对台工作会议 据信国台办仍然会有年度的工作报告 此次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未在会上公开汇报 对于此次会议没有工作报告 多为网分析 或许是目前台海动荡不断 习近平本人对台海局势仍在观察中 不想轻易定调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对台工作会议并讲话 他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世纪疫情交织叠加 台海方向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多 要做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准备 中共元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 26日被双开 官方通报中称 他支持资本无序扩张 这个罪名极为罕见 他是首个被指控勾连资本的落马高官 周江勇一度被中纪委纪录片示众 有分析指这似乎是习近平政敌的一种报复形式 官方通报称 周江勇与资本勾连 支持资本无序扩张 大搞权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工程承揽 土地转让 税收返还等方面牟利 搞家族式腐败 近期诸多中共高官落马 为此中纪委与中共央视联合制作电视专题片 林荣忍其中19日晚播出的第五集 披露了周江勇家族式腐败与权钱交易 并列举了他与资本勾结的部分案例 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指出 林荣忍是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的反应 周江勇遭查处 还有浙江杭州的大批官员遭到中纪委围困审查 是对习近平和习家军的打击 周江勇被称为浙江习家军的新秀 习近平对他的规划是 先当杭州市委书记 再调到广东当副省长 之后在广东主政 然后调进中央做政治局委员 逐渐成为下一代的习家军人物 入驻中央 或者说进入中央权力中枢 因此周江勇落马 并被拿到专题片中示众 对习近平来说是很丢面子的 陈破空认为 林荣忍这个片子出自于中纪委 而中纪委书记 现在的政治局常委赵乐际 跟习近平是有矛盾的 此前因为秦岭风波 习近平拿下了赵乐际的一些旧部 包括赵正勇等 以前陕西省委书记等一班官员 现在赵乐际拿下周江勇等人 相当于是对习近平力展书的一个报复 这反映了中共高层复杂的斗争 也预示今年二十大 中共最高权力重组的时候 将面临一场复杂的权力斗争 相信这场斗争会很激烈 也很惊险 本周早些时候 一架在卡尔文三号航空母舰上作业的 美国海军F-35C 发生事故坠入南海 美国海军正试图打捞这架隐形战斗机的残台 西方分析人士指出 若不及时打捞 北京有可能从残骸中获得该斩机的机密信息宝库 前美国海军军官舒斯特告诉CNN 打捞行动可能需要120天 舒斯特警告说 介于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 可能会试图打捞残骸 并声称正在从它的领海中 打捞潜在的环境危害或外国军事装备 北京可能会用潜水艇或深潜器来定位飞机残骸 F-35是一种单引擎飞机 是美国及其盟国目前正在引进的最新战斗机 虽然F-35C飞机残骸的状况仍不清楚 但即使是飞机的碎片 也能给北京带来名副其实的信息宝库 例如F-35战斗机 使用了一种先进的复合材料表皮 旨在最大限度的减少雷达截面 残骸的碎片可以帮助中国科学家 破译用于制造表皮的材料成分 这将有助于修改雷达 以提高探测F-35的机会 此外诸如F-35的雷达 电子光学感测器 其他电子设备和发动机等部件 可以帮助北京更好地了解 该飞机的能力及其局限 北京所获得的任何数据 预计将被用于升级中国的隐形飞机 驻载共军空军服役的殲-20 以及正在为共军海军开发的殲-35 中共过去一直被指控 窃取美国的技术 并将其纳入他们的武器平台 最耸人听闻的说法 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2007年 该公司声称 中共黑客窃取与F-35项目有关的技术文件 已有相当长的时间 当为北京提供服务的黑客 潜入澳大利亚F-35分包商的网络时 也发生了类似的盗窃事件 北京当时获得的信息和技术数据 似乎很有可能被用于殲-20的生产 分析家们一直怀疑 殲-35是由针对F-35的间谍活动开发的 尽管中国的飞机是双引擎设计 因此来自F-35的实物部件 可以提供数据 以改善中国的工艺和制造程序 日前微软宣布花750亿美元收购 曾是世界游戏巨头之一的动式暴雪 微软将此举视为 未来打造元宇宙基石的关键 但有专家担忧 元宇宙恐将让人在虚拟世界里不可自拔 最终把人类毁了 元宇宙概念最初来源于1992年的一本 美国科幻小说《雪崩》 大意是共享线上世界 用户能够在里面互动 甚至在虚拟世界中生活工作 谷歌母公司前执行长史密特 之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表示 许多人对元宇宙持乐观态度 认为元宇宙可能创造 令人更满意的世界 但随着AI变得无处不在 恐将创造出不健康的社会关系 他质疑 你能想象AI支持的战争是什么样子吗 假如AI能看到人类无法理解的东西呢 史密特表示 AI可能会使人们网络成瘾更加恶化 并且未来元宇宙的游戏规则制造者 会对社会有更大影响力 这是值得提前思考与防范的议题 史密特还表示 他同意马斯克的观点 当人们在没有设置停止杀戮开关的情况下 构减AI时 其实是在召唤恶魔 人类最终可能会沦为机器人的宠物 据悉 一旦微软完成收购 将成为全球营收第三大电网公司 仅次于腾讯与索尼 微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萨迪亚纳德拉 在1月18日并购案件的声明中特别指出 收购案涵盖多种平台业务 这将成为打造元宇宙的基石 并成为未来的关键 对于微软收购暴雪的真正原因 有日本工程师指出 虽然微软在全世界有上亿用户 但是这些用户间交流互动少 而暴雪拥有大量游戏IP和众多玩家和粉丝 长时间的经营和开发 让暴雪成为一个巨大玩家社交平台 这些社交功能和运营经验 才是微软急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